在一座旅游景区的山峰上 一只白狗在讨好路过的游客 希望游客能给自己食物 很多的游客也非常喜欢这只流浪狗 好心人纷纷给白狗食物 白狗却有一段令所有人感动的举动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原来这只狗狗 路人都叫它小白 小白已经在这座山上半年了 很显然它是一只流浪狗 但和别的流浪狗不同的是 小白很亲近人类 也很温顺 并没有对人类有很强的警惕心 游客叫它 它还很乖巧的 让它们免费撸狗 山上没任何食物 有好心人的举为 小白才能很好地生存下来 但一位游客发现 小白好像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明显比之前瘦了许多 看起来像是刚生完孩子不久 以前小白都经常跟着游客爬上爬下 但最近小白却走不一半 却不见了 而且感觉到小白很累的样子 好心的大姐 为了帮助小白 就想跟上去 但却跟丢了 小白去了哪里 等小白再次出现时 已经非常疲惫 好心人为了知道小白的去向 给它安上了一个摄像头 小白休息一会后 又开始往后山方向跑了 但遇到路人还是会打招呼 小白来到一片树林处的一个山洞 费了几声 结果四只可爱的小奶狗跑了出来 原来小白为了照顾孩子 经常跑上跑下 所以才感觉很疲惫 好心人也来到了山洞 小奶狗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人类 显得有点害怕 朝着好心大姐全废 虽然奶兄奶兄的 但很可爱 为了解狗狗们的情况 好心大姐也在附近安装了摄像机 很清楚的能观察到小白一家 小白回到洞口时 小奶狗们非常的兴奋 也许是饿坏了 小奶狗们大口的喝起奶来 但刚围完奶 小白就离开了 这是为什么呢 狗妈不在 四只小奶狗在洞口玩了起来 直到夕阳西下时 小白又回到洞里喂养孩子 小奶狗已经有点大了 一天要吃很多次才能吃饱 所以小白也辛苦 这时小白显得很累 喂奶都差点睡着 不一会小白又离开了 晚上也没有旅游 他要去哪里 让人好奇 难道是找狗吧 第二天 好心大姐又再次给小白戴上摄像头 小白围完孩子后 并没有到山上去向游客要食物 而是来到了一户农家乐 然后跑了过去 不会这是小白的家吧 当好心大姐问店老板时 何老板却说不认识 那为什么小白会来这里 接着老板说 好像最近一直隐约听到小奶狗的叫声 随后好心人和老板一起找了下 果然发现房子下来 有两只小奶狗和山洞的小狗一样的颜色 看来也是小白的孩子 但为什么小白又把两只小奶狗带到这里 接着店老板把两只小狗带回了屋里 还给两只小家伙喂食 两只小家伙也吃得很香 显然饿坏了 过了一会儿 小白来到了这里 蹲在门口 看到两只小奶狗并没有废觉 两只小家伙看到狗妈 跑到门边呼唤着 但这时 小白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小奶狗看到小白走了 着急地扒拉着玻璃门 委屈乌叶地叫着 可小白却选择离开 可却又不舍地回头看着孩子 表情也很悲伤 也许小白知道 孩子跟着人类会好过点 至少会活下来 小白走远了 还是不舍地回头看 兽医表示 狗妈发现自己无法养活多的小奶狗 所以体质弱的孩子 小白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人 希望房子的老板 能收养自己的孩子 虽然不舍得 但狗妈却是为了孩子好 狗妈选择离开 不是不爱 而是太爱 于是好心人带来兽医到山上 通过观察 发现小奶狗已经两个月了 他们把四只小家伙抱了出来 小白回来 发现孩子不见了 非常着急 在洞口不停地找 当小白看到孩子都安全 才放松下来 小白也很信任人类 好心大姐顺利地给小白带上牵引 带着小白一家下山了 他们都被收养了 当小白看着大姐 眼里充满了感激 到了医院 兽医也是对小奶狗进行全面的检查 医生表示 小白对孩子照顾得很好 小奶狗都很健康 但小白却营养不良 身体非常虚弱 还有皮肤病 但经过治疗会很快地好起来 小白一家以后 终于可以安心地生活了 希望小奶狗能健康地长大 为这位好心大姐点赞 好了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小伙伴们别忘了关注我 谢谢大家观看 这只鹰直接飞进一家店里 看到店里的桌子 有一块纸巾便吃了起来 吃的还很香 不可思议 店老板看到后便走了过来 直接把这只鹰抱了起来 还不停地说 纸巾是不能吃的 随后鹰面停止了 这只鹰为什么会这么温顺 而且对人类没有警惕心 店老板说 这只小鹰是自己胃养大的 在几个月前 老板发现了这只鹰 当时不知为何 独自在后院的草丛中 看起来才出生不久 身上还是小龙毛 身体也虚弱 店老板于是收养这小家伙 从这刻起 他们成为了家人 当时的他完全不相信 自己能养活 幸运的是 最后这只小鹰 在主人的细心照顾下 终于活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 慢慢地长大了 直到现在 主人对这只小鹰 也疼爱有家 同时小鹰和他的关系 非常的好 店老板也想放小鹰 回归自然 把他也是带到户外 但小鹰却不愿飞走 店老板前脚刚回到店里 他后脚就跟飞了回来 他也许把店老板 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还会经常飞到 店老板的头上 玩弄着他那么稀少的头发 如今大叔走到哪里 小鹰都会跟着 更像是一个黏人的小孩子 店老板说 自己也是把小鹰当成孩子来照顾和喂 也非常的宠爱他 这天天老板在陪小鹰玩时 用手指指向小鹰的右眼时 发现他的右眼好像不点问题 并没有动 当他把手指指向左边时 他的头就往左看 这时店主也担心小鹰的眼睛 于是便去询问动物专家 经过专家多年的经验 表示小鹰的右眼肯定有点问题 还建议带他去看兽医 店老板也是听了专家的话 把小鹰看女医院 兽医也是对小鹰进行了检查 经过检查证实了店老板的猜想 医生表示 小鹰的右眼是有些问题 也许是小时候受过伤所导致的 发育上出现了问题 在视力上没有别的因素 但还是有尽个康复的 但需要去锻炼恢复 于是兽医也是给小鹰眼睛低上钥匙 随后便把小鹰带回家 为了帮助小鹰视力的恢复 店老板在后院做了一个小空间 然后在草地上放一些西帅 想通过给小鹰观察食物的方式 锻炼小鹰的眼睛 但小鹰在里面看了看 看起来是在玩 根本就没有捕捉这次蟋蟀 这也许小鹰已经失去了捕捉的能力 这是更让人担心的 店老板看到后也是很无奈 也许是自己的崇拜 让他失去了捕捉食物的本能 店老板一度怀疑自己 但他也还在尝试 把小鹰放在地上 直接把蟋蟀放在他面前 这回小鹰却直接飞走了 第二天店老板只能再次联系动物专家 专家表示 回归自然是小鹰最好的成长方式 接触更多的同类才能让他成长 为了小鹰 尽管自己不舍 他也是对着小鹰说了很多话 这次决定把他送到动物救助站 到了野生动物救助站 饲养员也是把小鹰放到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还有两只小鹰 希望它们能成为朋友 之后饲养员把小鹰放在杆子上 然后再拿来一盘虫子放在地放为它们 到了晚上 第一只小鹰已经飞下来吃起了食物 随后第二只小鹰也飞下去吃 但小鹰却看着同伴在吃 自己却一动不动 看着同伴怎么去捕捉食物吃 到了第二天 意外发生了 饲养员把一盘肉放在地上 这时他却第一个飞下去吃了起来 他飞到盘子里 模仿着同伴 脚抓起食物吃了起来 证明小鹰在同伴的相处下 慢慢学会了自己抓食 也希望小鹰能快点学会 从而回归自然 到时候店老板想必也很开心吧 为好心的店老板点赞 好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小伙伴们别忘记了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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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